现在是11月17号半夜的2点40 我们从朋友家出来了 为什么出来呢 都是因为这只蠢猫 它刚才跟橘子打架的时候用力过猛 并没有想到会导致它的哮喘发作 我俩只好落荒而逃 而且最可怕的是 而且哮喘药也没用 哮喘空物没用 最可怕的是我们俩没有带孙子 所以我们现在在半夜三点流落在成都街头 要是我们住不到七天的话 我们就来吃饭 要住得到的话我们还是减肥 你好点了吗 出来之后稍微好一点了 忘记了 之前我们之所以养四喜还有一个原因 我们对四喜的毛不过敏 因为我有蚁麻疹 然后苗总有哮喘 我们对猫狗毛其实都是过敏的 可能四喜是我这辈子唯一能养的动物了 我要对它更好一点 听珍妮说今天四喜在厕所里不断的哀嚎 它嚎一下感应灯就亮一下 想盼着我们回去接它呢 真的是折腾的连院子的人都没有好好睡 然后我们俩也没好好睡 这充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就是非常依赖房车生活的人 千万真的是不要把车发生任何事故 这样子修车实在是太麻烦了 就没家了 我们的家没了的感觉 有明天还给你 感觉就像流浪汉一样 现在真的是 半夜三点在流浪 这种体验不是也很特别吗 所以感谢我的哮喘吗 不感谢 我好饿 肯定会有人问 为什么我们不去我爸妈那里住 因为苗总妈妈睡眠特别不好 我们要是现在去了的话 估计下半夜他妈就别睡了 所以算了还是咱们别 而且我们去了 他还要爬起来铺床 干嘛呢 算了 这个点还在外面晃的 我看基本上都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 像我们这种中年少女 在外面浪荡的真的很少 我们这个年纪应该是注重的是养生 这是七天 我们看一下 到底电子身份证能不能住上酒店 我觉得我的期望全都在这身上了 这好像不是七天 和七天不太一样 管它能住就行吗 你好 是这样的 我身份证没在身上 只有电子身份证可以吗 不可以 都不行 可以 你好 请问一下你们走介 可不可以用电子身份证錄做 可以那边是铁板鱿鱿 然后是炒饭炒粉 这边是麻辣烫 你想吃什么 你想吃啥个 我想吃炒粉 不吃肯带鸡 我想吃炒粉 这里有人明眼吗 这是我的 看起来不太咋的 我看它倒酱油那一刻 我心里其实有点凉 好了我们先吃饭吧 等一会再给大家看看房间 我觉得吧 就我的水平在这条街上 如果开个店的话 那一定是生意最好的那家炒饭 不说实话 我觉得这家炒的还没有炒的好吃 那你是不是有点拖大了呀 不要做 我觉得炒饭这个东西吧 不是什么料都往里面加 就是好的 什么胡萝卜丝啊 青椒丝啊 主要它还有很多泡椒和泡辣椒 不知道是在搞毛 它倒了酱油进去炒饭 算了算了 不说 怎么样 这个房间看起来还行吧 但是这是我打了光后的效果 如果不打光它是这样的 然后 反正就这样吧 120块钱 没有纱窗 有一个空调 然后厕所里让人抓狂的事 没有浴 没有香皂 你不觉得没有马桶盖 更让人抓狂吗 对 这就是更让人抓狂的地方 没有马桶盖 我刚才问了底下的老板小姐姐 她说 嗯 坏了 你们将就用一下 好吧 虽然这里破破的 但是好歹老板娘姐姐让我们住进来了 在我们只有电子身份证的情况下 最值得高兴的就是 喵总的哮喘 在这里没有发作 我们真是大意了 太久都没有发作了 好吧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想我可能要睡到明天中午12点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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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